大半夜的什麼聲音嗡嗡作響 周日夜深人進了路口 大家隔天都還要上課上班 住戶卻被這台發電機 朝到根本無法入睡 氣到錄影搜證 其放就超過一天 發電機運作聲音擾亂民眾的作息 地點就在台北市市林的 市東路天母棒球場的旁邊 原來3月31號一早9點 民眾通報紅綠燈不亮 交通管制工程處到場查修之後 發現疑似是電線故障 先放了一台發電機 應急 中間還有來加油 維持耗製運作 但噪音到大半夜還不停 住戶睡不著 作息被打亂 發電機擺放的路口 根據內政部的不動產時價端路 就算是快四十年的老公寓 每坪也要六十萬上下 一戶總價都超過兩千萬 將近三千萬元 住戶砸大錢 就是希望能有清優安靜的住家環境 但當地人表示 286巷口的耗製故障 光是這幾個月來就至少三次 為了為護交通安全放發電機 據標不去本 也讓民眾很生氣說 這實在是擾人其夢 還是建議環境華國政輪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